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2月8日 星期三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跟進一下 首先簡約公屋今早就公務小組通過了 本來說搞遊行的議員最後投票的意向是怎樣 和各位一起說說 這件事的爭議都越攪越大 佳欣的造價真的太貴 說最新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雖然過了公務 但仍然有財委會的票要投 另外再有廟宇被人偷向遊錢 近期廟宇接二連三遭到被人爆竊 不怕神明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必須也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則最新消息 HK01的報導 立法會公務小組通過首批簡約公屋 34票是贊成的 楊永潔投下棄權票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簡約公屋近日引起爭議 另外立法會財委會公務小組在今早2月8日 討論首批簡約公屋的工程 包括啟德勢運動選址在內的4項目 合共涉款超過149億元 將提交財委會審批 項目以34票贊成 0票反對 1票棄權獲通過 其中一度申請遊行抗議 啟德選擇的九龍中立法會議員楊永潔投下棄權票 另外楊永潔提到居民誤信可以如期 即2加5兩年加5年過後交還土地 亦反映啟德將有4個屋苑入伙 若果只加2條巴士線並不足夠 促請當局建造集體運輸系統例如輕軌等 另邊商田北辰提出元朗銅心村入住率的問題 他說輪候公屋最少3年 已經有上樓資格的甲類租戶 在銅心村只有不足插百戶 佔1800個單位不足四成 他強調銅心村距離元朗西鐵站只在10分鐘報程 但為何入住率會這麼低 以上來自HK01最新報道 這個減藥哥的爭議近日非常大 第一是造價非常昂貴 比你建造傳統的公屋更貴 其次是建造完又拆 五年貨幣說不定就可以拆 另外啟德那群業主當然是牙痛的聲音 為何要在啟德建造這個減藥公屋 但本來說會搞遊行抗議的當區的立法會議員 最後就退退 縮沙沒有搞到 另外就到今日立法會的公務小組 解釋給各位聽 在一個工程如何在立法會成真 首先就是公務小組先過這個工程 再上財委會再投一次票 兩次票加起來就能夠拿到錢 即是通行 今次的簡約公屋涉及的錢三百多億元 若然全香港派會人派五千元 較早前梁易亭的頻道亦幫忙計算過 若然將這三百億派給所有住在劏房戶的朋友 每個月拿到約14000元 每個月14000元 就比你租屋住可能更好 加上這些的簡約公屋住五年就要拆 大家想像一下五年過後 那些屋就因為本身的質料 又或是質量也未必能遮風擋雨太久 相反公屋 即是平時的公屋住三四十年應該都可以吧 結果拿了一個貴過一些傳統公屋的錢 去建簡約公屋 但結果惹來爭議 但爭議聲當中最新的情況 就是公務小組通過了簡約公屋的撥款申請 接下來就到財委會 估計財委會也實食無癡 當中曾經打算搞遊行的立法會議員 楊永傑投下棄權票 另外填北辰就提到元朗銅心村的入住率問題 這個又真的說你本身已經有些簡約公屋 結果發現根本住不爆 這個情況局方都相當尷尬 就說比率下跌是因為有居民開始上公屋 說現在童心村入住率有六成二 手上有二百多個申請 究竟是否滿意到可以再豪窄三百億元 去興建簡約公屋的確是非常具爭議性 各位網友怎樣看不妨劉過言一起聊聊天 另外也看看另一宗消息 又有廟宇被人偷香油錢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賊人潛入紅磡觀音廟偷香油錢圖去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紅磡警察管理觀音廟租賊人偷香油錢 在今日2月8日凌晨12時 警方接獲觀音廟負責人報警 指翻查閉路電視時 見到一名男子潛入廟內 疑似用鐵尺 是新入香油箱之內撩出香油錢 之後離開 警員到場調查 相信案件發生在日前凌晨時分 於是將案件列作爆攝追緝的賊人歸案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基本上近來的廟宇接連被人偷香油錢 日前有個笨賊 拿鐵線來偷香油錢時 被人捉到當場斷政 基本上百慈莫變 這次到紅磡 紅磡的觀音廟都被人偷香油錢 也不知道賊人想怎樣 你偷了錢就不用知觀音保佑你 估計事件繼續調查中有閉路電視紀錄 應該會有下文 另外跟進一下今早凌晨時分 向月明村倫常慘劇的內情曝光 根據HK01的報道 遭到妻子噪音吵醒了 我丈夫不滿用菜刀斬人 之後疑似畏罪墮樓死亡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沙田月明村在今日2月8日凌晨發生倫常命案 90歲的老翁斬傷75歲的妻子過後 疑似畏罪跳樓當場身亡 消息指事發時聲道的老翁疑似被妻子的噪音吵醒 兩人初側口角繼而動武 結果讓成悲劇 據知警方重案組接手調查 案發單位內是血跡斑斑 大門預想門前都留下血跡和血鞋印 案發在凌晨5時23分 女傷者報警求救 指被丈夫用菜刀斬傷 丈夫亦告墮樓 救援人員到場在大廈對開地面沉獲男事主 他重創昏迷 隨即將他送院搶救 但證實不治 人員在案發單位沉獲女傷者 他的頭和雙手受傷 淺色上衣染滿鮮血 幫他包紮過後送完 以上來自HK01的跟進報道 說這位90多歲的老翁斬傷妻子過後以此威罪墮樓死亡 原因竟然是因為噪音 據報是妻子的噪音 吵醒了他 不知為何就納刀斬傷妻子 整個單位血跡斑斑 另編商和各位網友轉看網絡熱話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網友指同事派手信竟然收錢 一塊日本香蕉蛋糕剩為5元雞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新冠疫情改變了不少生活習慣 三年沒有出門 開關過後去旅行 派手信的習慣也改變了 有人竟然由鬆震變成案件收費 有網友近日在討論區以同事去旅行 回來派手信為提發貼文 只有同事去旅行後派手信 就說買了幾盒餅叫我們自己選 選完和他走聊幾句後 問他好不好玩 去日本有沒有看雪之旅 選完一塊餅後他看著我 拿著一條香蕉蛋糕 他說香蕉蛋糕5元雞 其他餅是多少多少錢 事主表示聽完真的打了覺得 買手信回來不是請人吃嗎 這樣叫同事選完還要收錢 認為不是老鳳去完旅行買手信請人吃嗎 不買不請都沒問題 但真的未聽過會有人買完手信 回來問同事收錢 事主及後補充 開頭他說我買了手信回來 你們選 我覺得他請我們吃也很正常 聽到如此奇聞 回應的網友不禁問句真是假 也形容這麼瘋的幾元雞都收得下手 有人分析他買回來再零售 也有人說他沒有說過派手信 是你們自己選擇 選完給錢 好像士多一樣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最新網絡熱話 不知道是否封關太久 三年以來都沒有旅行 結果近期連派手信的方式都竟然不同了 有人買了合香椒蛋糕回來公司 叫大家選 選完之後再逐個收回錢 每人收幾元雞 結果可能是收回成本價甚至有賺 這個奇聞 不知道各位在各位的公司會否遇到 不妨劉國賢一起聊聊天 我是狂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聊